有关这期事件的最新的处置情况 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李斌 李斌你好 你好潘导 刚才的案件当中呢 我们也知道案情已经告破了 而且犯罪嫌疑人已经锁定了 有没有具体介绍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以及他具体作案的情况 好的 那根据今天下午刚刚在直播前 大概五分钟收到的最新的消息 厦门市政府是公布了 这个案件的告破 确定了这一起纵火案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陈水总 那警方也是在他的家中找到了一封遗书 然后再经过了跟车上的一个尸体的DNA比对 确认了这一个犯罪嫌疑人就是陈水总 而且他也是当场被烧死了 而经过警方在进入的调查 就发现其实他一直的生活都非常的不如意 而且一直有这个厌世的情绪 因此是用这一次是用这个纵火来泄愤 但是警方也并没有公布他的具体的作案手法 因此具体的还在调查当中 我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在医院的门口 那么现在对伤员的救治情况最新的内容是什么 是的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也就是俗称的厦门第一医院 在这一次BRT的纵火事件当中 总共有34位伤员 其中有17位伤员是先后送到了这个医院来救治 经过抢救以后 其中有一位伤员的伤势较轻已经自行了离去 目前仍然有16位的伤员是留在了医院里面 留院观察的 那今天下午我们在ICU门前也了解到 现在目前有7位的伤员是留在了ICU正正监护室里面 那在刚才我们也联系上就采访到了 其中一位在ICU里面救护的一位伤员叫做黄嘉斌 那他是一位大四的学生 那他的老师介绍 他是一名非常学习非常优秀的学生 也是班里的班长 这一次他出外是找工作但是也遭到了不幸 因此在昨天晚上他的老师以及他的同学都彻夜的在医院这里守候 希望他的病情能有所好转 那期间我们也遇上了从中央国务院来的几位专家来这里会诊的 其中是包括了北京朝阳医院以及北京鸡水潭医院的几位烧箱专家 那他们的介绍 他们跟医院的医生的讨论 也是说这些商员今天晚上的一个情况是最重要的 因为要保证今天晚上他们的伤势能稳定好 他们之后的一个恢复就会好得很多 很好 另外呢 在今天上午厦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了有八名学生失踪啊 目前这个八名失踪学生的情况怎么样 是的 那关于这八名学生的情况 我们也打通了一位本地厦门市公安局一位宣传处的处长电话 但是他的据他的表述 他也目前警方还不清楚 这八名学生是否也算在那47名死者当中 那可能有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烧死的人当中很多都是比较难以辨认 还是需要一个DNA验证的过程才能确定他们的身份 因此这八名失踪的学生目前还没有下落 谢谢李斌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有关厦门公交车起火案的后续的消息就是这些